今天Keeper热搜大头条带您来关注 距离2020年总统大选剩30多天 那么现在蔡英文她的选情是领先的 难道是因为找对人操盘吗 根据周刊的报道 8月起他们找来了邱毅仁重掌兵符 叫他去坐镇政策团队 那么抛出了一些锁定各个阶层的福利政策 让只会喊口号的对手韩国瑜 人气就自然退烧了 再来我们看看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有批评韩国瑜 说他没条件没经验 就很像是叫没开过飞机的人去开飞机 那不就是让自己的命去送给人家吗 还批评说如果国民党不是推出像韩国瑜这样的人 而是派郭台铭王金平或是朱立伦 自己恐怕就没有必要出来参选了 那现在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 一直紧咬韩国瑜 他岳父家人的这个违法圈地盖杀石场的案子 今天呢韩国瑜的七舅 也就是云林县议员李明哲开了记者会 他说这些呢都是充满恶意跟错误的假新闻 也在扭曲糟蹋他爸爸李日贵的名声 所以他现在请求总统蔡英文赶快让这些假新闻都消失 还他的父亲平静生活 再来关心的是儿福联盟被爆出赤资3.7亿在内湖买办公室 所以很多捐款人质疑善款被用来缴房贷 那么现在儿福联盟已经澄清了 并不是定期定额提拨购基金 而是呢买了一个稳定的住所 希望让所有的志工可以有更好更稳定的服务品质 但是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减少网友的猛烈炮火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 传出卡神杨慧如涉嫌去收买网军遭起诉之后 各界都很关注相关部会首长的立场 今天内政部长徐郭勇就有强调说 内政部并没有编列网军的预算 如果有抓到有网军那他就下台 那今天的争议新闻还有亮点新闻 还是带您看看啊 这个儿福联盟到底该不该买房子呢 其实现在有一个社工他在网络上发文 点出了一个最大的困境 他说大众普遍好像都觉得 社福界必须要够苦才对得起我们捐的钱 然后呢好像也不能拥有办公室 过得太好 感觉好像我们的钱呢 都给你们拿去享清福用了 所以呢他也觉得说 现在难怪越来越少人会愿意投入这样的公益 或是社福的服务 那么他也说实际上啊 像这次儿福联盟买了一个房子 让有一个办公室把所有的志工集结在一起 大家有更好的服务品质 这样难道不好吗 好所以这部分值得大家再来好好的深思一下 不过接下来我们今天这个新闻 要带您关注的是新媒体大失恋 现在插起北京 成为中国当局唯一认可落地的台湾媒体 记者会上还找来了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去致辞 不过呢到底有没有中资介入啊 大失恋当然否认到底 不过陆委会却说这就是属于境外势力 企图干预台湾的选情 大陆宣告全力发展区块链 我们更深信走了前瞻而正确的道路 对于两岸的和平 心灵的契合扮演最好的 美界跟桥梁 大政上召开国际记者会 宣布落地中国北京 新媒体大事恋总裁庄立平 台上致辞谈的都是大中华文化 请的来宾也都和对岸关系密切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现身 对于红色势力渗透疑虑 闭口不回应 记者会上除了连战 国民党中评委主委林峰正 新党副主席李慎峰都有出席 亲中的立场 加上先前阎览多位国安高层 被质疑背景不单纯 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给了大事恋十亿美金 来为台湾的企业做发展做服务 如果有人认为他是充资 当我知道以后啊 我就停止十亿美金 在台湾的投资 仔细查看大事恋网站 投稿乍看有不少生活议题 政治相关投书 却赞扬连战提及的文化交流 两岸关系最大公约束 还说北京不可能介入选举 要选民别再相信绿营炒作 甚至罚出独家 写道连战促成大团结 批评媒体恶意分化 也难怪遭到质疑 是否暗藏促统目的 陆委会不客气批评 这就是境外势力 介入企图影响选情 毕竟倘若不服从北京政策 不可能在北京落地 大事恋虽然否认染红 但创办人庄丽萍 频频宣扬大中国文化 答案似乎不变自明 三立新闻方伯峰 马云文SNG小组 台北采访报道